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赵一小姐说这些卡也并不是她刷的 赵一小姐说这钱其实是她的男朋友刷的 男朋友为什么会刷出这样巨额的欠款呢 赵一小姐也试图找男朋友问问清楚 可是此时她忽然发现男朋友已经拉黑了她 赵一小姐无奈之下到派出所报了案 没想到她发现自己并不是她男友唯一的女友 然后就陆陆续续找到了 查实了就可能有13个受害人 然后我发现了这么一个情况之后 把报案人这边的材料搜集起来了之后 然后我发现这个人还有前科 警方觉得这个男友尹某大有问题 决定立案拘捕 然而尹某却行踪不定难以找到 这时赵一小姐帮了忙 我星期六报了案 星期天我跟她骗了一把钥匙 然后她就把我微信刷了当天 然后我就打了电话 我们电话还有录音的 然后第二天 因为我就跟她说 反正我股票的时候 我明天给你卖 我那个时间段只能拖一天算一天 尹某听说从女友那里有钱可拿 果然有了回应 她约报案人见面 民警们决定立刻拘捕尹某 门是反锁起的 她假装不在家 这个时候很有意思的就是那个 他就敲门 他就说我给你送钱来了 门就开了 我看门一开我们就冲进去 就把她按住了 昨天我们说了 在重庆市有几位单身女子报警 都说是被男朋友给骗了 这感情钱财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警方一开始以为 这个就是感情纠纷 后来一查 发现不对 这个男朋友的感情纠纷 这也太多了 跟十几个女性几乎同时交往 而且怎么这感情纠纷 都跟钱扯上关系了呢 警方在一位机智的报案人的帮助下 终于找到了这个男朋友 尹某 可尹某呢 他不承认他这是在诈骗 他说这么多的钱呢 都是跟女朋友们借的 借去干嘛呢 都是用来开公司啊 创业啊 真的吗 他的公司有什么业务啊 他平时都忙什么呢 他身边的朋友见过呀 都包括他公司的人啊 每次都包括吃饭的时候 被那些人搭两个人交到一起啊 偶尔还会给人发个食品 他在那些公司 跟那些人吃了饭 加了班 要去聚餐呢 都给你发这些食品啊 尹某给女友的印象 好像一天到晚都在忙他的公司 业务也红红火火 那么这个公司是真的存在吗 那个公司我们查证了是一个 我们话说就是皮包公司 注册资本是50万 但是50万已经取出来了 当时他注册的时候 存进去就取出来了 然后他的公司 他说有很多项目 他经常的一个借口 就是给员工发工资 但是事实上我们查证 他没有任何的那种 给员工交社保的记录是没有的 公司是真的 但是没有正式员工 那些尹某口中的业务是真的吗 满世界跑 比如说一旦关系破裂了 关系破裂的前提是找他还钱 找他把钱要回来 如果要不回来 那必然就是我日子过得很不好 我破产了 你好自为之吧 我不行了什么什么的 警方调查发现 尹某的公司根本没有什么正经业务 他从女友那儿用各种理由得来的钱 花去哪儿了 警方的调查信息开始汇总过来 从此人以往的经历来看 堪称丰富多彩 本身有一段婚事 是离了婚的 然后据我们了解的话 好像当时是跟别人假结婚了 然后又离婚了 好像是那个对方要拆迁了 什么的 不仅如此 警方惊讶地发现 尹某其实已经是一个做了爸爸的人了 然后就是这个受害人 当时也是跟他以相同的手法这么交往了之后 就发现怀孕了 然后当时这个人 这个受害人他把孩子生下来 姓陈那个孩子也把他生下来了 然后相当于是一个未婚生育的 这么这么一个孩子没有结婚 当了爸爸对一个男人来说意味着责任和更多的付出 那么尹某是怎么当这个爸爸的呢 他给他的那个孩子转了两千块钱 然后还备注了一下 说给婚儿买件衣服 我确实过不下去了 然后转过头又给自己转了一万 然后他对自己就特别地放松 对他就算是他的骨肉 他都非常的苛刻 然后这么一个人他拼了很多钱 然后他连那个备注他都忘了改 尹某的说法警方根本不信 因为在调查中警方发现 尹某竟然是个赌徒 而且赌得非常大 真的啊 我怎么问你说 你我们前期调查的情况还少去 你还没有证据 我肯定证据明白 我那没证据明白 反正前接了就是接了 还有来回头 本来就是有影响有些可以证实 不是说来不来得过 我也没想法 尹某面对大量赌博的调查证据 不得不承认自己是赌了 但是赌归赌 他在赌桌上的口碑还是很好的 就我们了解这个人是非常好赌的 很好赌的一个人 比如说我们也找到了他的一些牌友 所谓的牌友 比如说他的钱 他该他 比如说他牌友的一句话 我问他一份笔录就是他牌友说 他十赌九书 我说他为什么十赌九书呢 他说这个人贪心特别大 他说我的牌子要坐满了 他说的牌子要坐满 他说十赌九书 这个人签了很多赌账 然后我问他 他还账的情况如何 他还他的赌账呢 他说这个人还赌账又非常的耿直 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过两天我就有钱了 耿直的尹某也非常耿直地 对待自己的女友们 那就是想着发的跟他们要钱 这钱要还赌账 要消费 确实非常挤须 也供不应求 为了达到目的 他还给女友们画了一个又一个 不存在的大饼 我觉得他讲本他说 还有房子 有花儿养房 然后说所谓的 他说他当时也没装修 然后说还有另外一套小夫妻 两次一天 对 比如说他说是 我要给他结婚 要给你结婚 要给他 然后生姿 或者说那些他都有那些承诺 不要太容易被一些温柔的话 给蒙蔽了 因为不是别人跟你说温柔的话 他就真的是一个温柔的人 尹某的公司根本就没什么业务 他的钱都花赌博上了 也难怪这钱他怎么都不够花 那尹某要钱的时候还说过 他是一个官二代 他是旧父还债 他家里人生病 他要尽孝 所以才需要那么多钱 听上去都那么感人 女朋友也为此都很赞赏 这都是真的吗 咱们去尹某的老家看看 看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见没见过 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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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从我们董事来 就一直觉得这个人一直在外面打工 就是只听到说有个名字 反正之前云军委员有两个人 一直在外面打工 当时你刚才说到一个 在非要打电话来吹杂 是找那个吹杂 是 不是一直发了个人吹杂的嘛 是不是经常有些 这里就是尹某的家 这是他的亲生父亲 还真实的背景就是 他父母是个农民家庭 父母都是农民 他住在盆水的一个村里面 然后他也带这些说话人去看过来 对于儿子尹某 这个农村里的老人其实也看不懂 对于儿子领回来的女友们 他根本就不熟 他怎么介绍 他怎么介绍那些女孩子 他介绍个屁 没介绍 你也没介绍 没介绍 我都没介绍 没有 都在盖面边 我就是当个女性 就是这个大公主 觉得我看看就 上面就是房子 有个隐蔽口的 刚才你说两句 就是那句 就是好像赶场那句 不如就是那句 很少时间回来 就是去年的九月份 刚刚二年几天的 他外婆 不是他外婆嘛 他没有忘了嘛 就是几个月孩子嘛 等于就等我们得奔斗嘛 就先去在管他 在管他嘛 现在就跟他 去年九月十五 跟那里通知嘛 他就回来 回来就上去 回来 都是那些帮忙的 全部都在那里 帮忙 他总是买的几件火牌 就扩着他来就走 尹某的父亲说 这个儿子早就离开家乡 做事神神秘秘 他这个做父亲的 其实也不知道 他都在干些什么 但是他从 我走路一辟里走来远 我乔一辟里过来多 但是我辟里过来干 他说我去干坏事就乱了 但是你没有发生 你这种情况 我一不知 你天天没跟着他 你是不是 但是并且来说 他是出事 就混满 他是多少个都是大学生 我们的运气让他晓得 咱就不晓得他做乱了 当听说尹某做的事情后 尹某的父亲说出来的话 让大家都不禁 再一次目瞪口呆 按法律别军 他该那个惩罚就惩罚他 我也高兴 这种我愤恨 我有点愤恨这种 这么多年当父亲 你伤心了 伤心我最伤心 把我的都骗了几十万了 这个说实话 不该说的话 这是我的 开头嘛 现在不是我的完了 把我的都骗了几十万 尹某的父亲说 这个亲儿子 在外边的那些手段 其实早就在 父老乡亲们这里 试验过了 他一说理由他就是公司 他做了一个公司 他上午把这个公司 把这个钱 同志着他 等他把公司搞起来 全部骗完了 母头连去 钱上千年都给我们骗起两万 都给我们骗起的 我母头的房子都给我们骗起的 骗起两万 他说是一定是要拿着他 他说是这个事情 然后他周转一下 银某不仅从父母这里要钱 对于自己的兄弟 也没有犯过 自己的兄弟骗了四六万 因为这四六万是那个原因呢 他卖的车 只是他自己叫他卖的车 你现在如果说马上 我这个电话告诉你 你马上打给他 他马上给投资他 他找不到这个人 事实上 银某编造的自己的身世 都是虚构的 他为了让女友看到他是真诚的 还故意带女友回到农村家乡 然而 父母却从来没有相信 他是在真的谈恋爱 在银某的父亲看来 银某看似是因为感情欺骗犯的事 他这个人 最缺的其实就是感情 没有感情 没有感情 这个人太不良道 不良道 对于大人 对于国务兄弟 这些 其实是没有感情 被淫谋欺骗和被伤害的女性们 那种损失用重大形容 可以说一点也不为过 她们现在的日子非常不好过 不仅欠下巨款 这心上的伤口可不知有多深 我觉得这个人还可以 他见过我们家很多亲戚朋友 其实主要就是 大家都觉得他还可以 然后我放出了一个提醒 就这一块 因为我也没有想到 这个世界上我们这么坏 这么多 可能我的圈子里面 大家都很好 这里是生育枪戒 或者是杀人那种 对着你心里伤害 可能他讲解你了 你觉得你之前 遭受了那种损失 但是他对人的心灵大击 可能我觉得在短时间内 你还能恢复 有些走不出来的话 可能一辈子都走不出来 即使能走出来了 可能也是你 在警方看来 这样人数众多的 以谈恋爱为名义 进行金钱欺骗的案例 也不多见 受害女性的挫败感 可能会对她们 影响很久 很伤心 很崩溃 就是说看到她 就是完全是想自杀 有些人想自杀 还想尋端检 有这种情况发生 因为毕竟人家 一个都被骗几十万 辛辛苦苦的钱 所以就是 人家被骗了 财 财 财 都被骗了 人才良空 经常遭到打击 女儿女性 有几个女性 完全是 那个时候 寻思磊活的感觉 因为我属于那种 我跟她相处亲家 我属于那种比较傻 比较笨的女生 我觉得其实在我的字典里 感情比天大 比钱重要 真实的那种状态 可能现在来看 很多人觉得 我可能确实很笨 我想一下 我可能也很笨 没有留心眼 但是有时候想一想 我如果遇到一个合适的 我真的这样对她 那概念又不一样了 其实有时候觉得 我们这一群人都太简单了 13名女性 其中一名还生了孩子 短短四年多的时间 被诈骗一百多万 受害者痛不欲生 金钱 感情 还有青春 全搭进去了 你说这个人 他怎么就这么胆大心黑呢 他怎么就 我都找不着什么形容词 来表达我这个情绪了 有人说 说这些女人 这也太傻了 这不活该让人给骗了吗 不对 不能这么说 我就算是傻 天真 容易相信别人 你就可以来骗我吗 拿别人的感情 当生财之道 这不仅在法律上不行 在道德上 那更是要受到强烈的谴责 骗人 以感情的名义行骗 最终 也难逃 法律的严惩 我是卢一鸣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